8年前,美国投毒事件 现在印度历史重远 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投毒呢 我们看回历史下去了 首先看现在 印度现在新增的过案 其实每天就41万确诊的病例 再次打破新纪录 我相信很快印度真的是全世界之冠 印度就彻底成为名乎其实的超级大国 但今次它不是什么超级大国 其实是超级大国 这一幕使人回想到100年前 另一场灾难 大约100年前 美国为了抢夺第一次世界战 那个胜利的一个结果 就不让那些士兵去做治疗 然后将这些士兵 将它推到欧洲 造成了在1918年 这个美国大流感 就带到欧洲的战场 但只不过就在西班牙爆发出来 所以刚才时就叫了西班牙流感 然后就扩大到全世界 这个时候是对于世界造成一个很深重的灾难 大家看不见到这个很巧合 从武汉那个军人运动会 然后他们又叫做 将那个疫情 叫做武汉病毒 但当时他们叫这个西班牙流感 其实是在西班牙那里爆发出来 但是其实是在美国签的 那次那个流感 造成了全球十亿人口的感染 大家知道当时的世界人口 只有二十多亿 就是说大约全世界一半人 都受到那个病毒感染 全球死亡的人口 大约就按照他们的资料统计 就说在二千八百万至一亿之间 其中印度成为重灾区 印度被清洗了百分之五的人口 大约是一千七百万印度人 就因此是丧命的 印度仅仅在北方帮 北方就已经超过流感 集中爆发的地 而欧洲死亡的确实数字 是超过三百万 为什么1918年 那个大流感 在印度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恒河就居公自卫了 根据这个印度教 那个桑梅的杀伏 人死了之后 就要先行河边做火霸 然后就将骨灰灑到河里面 这样还没完 因为根据方其事的杀伏 这个只是针对普通人而已 如果是神迹人员死了 就会直接沉下去 整条河里浸到河里面 保留得完整的身体 就讲白些 其实就是泡尸入河 是 没错 所以在1918年 美国大流感的爆发 因为那个感冒死亡的印度人 越来越多 火葬墙根本不升负荷 同时火葬的价格 就跟着水涨全高了 大部份的印度人根本就支付不起 好 像现在这样 你知道印度政府 是出资和他做火葬的 但是要家属签 就说这个人死 就不是死于新冠的 如果你签了这个东西 就政府和他做火葬 就讲现在 当时 于是很多年很多普通的人 都开始就是说 享受这种神职人员的优待 因为他跟着 给不起钱去做火葬 于是乎他们将那些 这个鲜银 就这样扔下去 在河里 朝行河里的尸体就越来越多 那么流感的病毒 又跟着就顺流而下 因为当时他们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在北保邦的 迅速散开到南边的邦 1918年的流感 加上行河 布满的尸体 引起最强悍的军疫 再加上加强版的病毒 在印度开始 是最猛烈的在试入 另一方面 由于印度的卫生的防疫系统 极为落后 并不能够阻止 大流感的传播 和进行有效的防治 对疾病束手无策 所以终于造成了近1700万人死亡 大家想想一战的时候 其实大概就有 130万个印度士兵 就响应英国政府的号召 就去了欧洲 和去全球其他地方去参战 反而这大部分的印度士兵 就逃过这一劫 在1918年至2021年这段时间 已经是过去大概是100年了 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 但印度仍然是那个印度 在18年的时间里面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和科学的发展 全球多数的各个国家 的卫生防疫是这样的 就已经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加上工业化的程度 曾经远远落后于印度的中国 仅仅在建国后几年的时间 就将过去曾经 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 天花、黑烟病、血级蟲病等等 各种的传染病 地方病彻底的消灭 中国人民的平均就命 在1949年左右 大概是35岁 而现在到了今时今日 就已经是增加到76.1岁 出生死亡局 从1950年那个千分之二百五十到减至今天是千分之六 中国人每一千人病床的数量就是4.3张 是领先过美国的 美国是一千个人之后有2.7张病床的 也都领先过欧洲多数的国家 但是印度依然都是那个印度的 他跟1918年那个印度基本就没有什么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1947年印度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对于1918年那个管理系统 管制上 也都到现在来说 也都没有什么不同 紧紧是1918年的印度的总督就是英籍的 但1947年的印籍总督就是印籍的 英国留学生的 只是这个分别的 印度那些乡村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 宗教的问题 总盛的问题 民族的问题 都是老养一样 一点都没有改变和没有改进 印度是一个二元国家 就是城市里面就是富人区 已经跟现在的现代国家 其实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但是基层和这个贫民挖那里 占个人口绝大部分的乡村里面的人 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 乡村里面是没有官来做管理的 他们是靠什么呢 靠地方的那些族长 就是宗教的头目来管理的 因为印度国家的机器 基本上是滲透不了进去基层的 靠的是无数类似的那些 暴落这些组织 然后由宗教和族长在那里进行管理的 所以直到现在印度那个人口统计的分析 还有很多是未统计得到出来的 在印度久不久 你要发现它是找多多条村出来的 全村都全国黑户 黑户就是说在国家里面是没有根据这些人口的 无论管理能力还是新防疫的条件 印度和100年前的印度 基本上就没有变化 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是47% 是中国的8倍 而1,000个人的病床 只是0.7张 连一张都没有 仅仅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但是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就很有趣 平均寿命就是68.5岁 一会后面解释这个 在这方面 跟中国的差距也不大 跟现在的差距也不大 因为在100年的时间里面 印度获得一项超越地球人的能力 它是有强悍的病毒的免疫能力 这100年随着印度的工业的发展 几乎没有做到任何污染的治理 和环境的保护 做任何的改进 或者是投入资金 去做这方面的改进 工业废水最好的排放的方法是 直接排到恒河 恒河的污染远远超过 是100年前的恒河的程度 就成为全球病毒最集中的地方 面对着工业污水 化学费料 骨灰 生费落伤 甚至是浮丝堆积到恒河 印度人毫无据悉 在恒河里面做什么 一个人可能在做洗澡 你看旁边的那个人洗米 再走那些可能那个人洗衣服 那他们用呢 是喝含河水 是直接 引用的 那你又不服务得这么多 人家就没有东西了 过去喝精纳水的 但是他呢 就是疾瘩 那些疾病呢 肚瘩 于是那些人就问他 喂 叫你不要喝水 我已经没有喝水了 你做过什么呢 不是呀 我早上开水后拆牙 买东西 这样都做 你想想 印度人的生命和100年前 依然没有变化 用手 大家都知道 用手擦屁屁的 所以大家握手的时候 小心 那就是在各种的 乌鹰乱飞的环境之下 制造食物 不是印度籍的地球人 去印度出差 喝了印度的水 没有一个不会生病的 印度人是世界上 露天厕所 最多的国家 而露天如此的人数 最多的 高达是6.2亿 是微生物 你知道大家 露天厕所 没有水沖 于是乎那些 微生物 发烤 这些是最佳的场所来的 空气污染 更加是使人 是胆寒 新吉利的空气指数 已经飘升到 是安全指数的 二十倍以上 行河上 每一百毫升 含有十万计的大肠钢粉 所以那些垃圾 都集中在这个行河里面 这些就是 印度人的生活的环境 为什么说 印度人的病毒抗体 就超过非印裔的地球人 去年八月的时候 印度的疫情 达到过于工夫的时候 每天的感染是十万人 但是跟着 印度的疫情很快滑落 每天只有一万人左右 印度面对疫情 几乎是坚不可摧 这个疫情都没有他负 而印度 是不是印度那个抗疫 是了得呢 那个卫生部长都说 喝牛料 我们首先不要说 印度有没有意识去抗疫 印度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抗疫 这个几乎是全球的 一个全球的人 一个共识 第一 印度就没有基层和行人骨 有管理组织和管理的能力 第二 印度那个卫生防疫能力 就不堪一击 第三 印度就没有经济基础去抗疫 现在印度每年 借的外债利息 都几乎使得印度破产 他从哪里拿到钱出来 去组织做抗疫 所以你看到他好像不自在 那样 他的能力有问题 也都经济方面有问题 第四 就是多数的印度人 文化水平和宗教的观念 不能够理解到疫情 更多人是愿意相信 宗教不相信科学 第五 就是印度的生活 卫生和生活环境 只会加速了疫情的传播 第六 印度人看生死的 是看得很凡的 他们就只追求来势 但是对这个抗疫 是没有什么积极的 上述 任何一条的条件 都是对于印度来说 是防疫 是一个致命伤 印度也没有任何办法解决 这几个问题 基本上印度也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面对全球第一波的疫情 印度又似乎很平稳过渡 人间又好像没有 今年一月 印度政府大量的印度人 进行了检疫 最好结果就是发现 有50%的人 已经有了免疫的能力 通过他们自己身体 产生了抗体 也就是说 印度人至少有5亿人 是感染过新冠病毒 但是可以是随便四处走动 全球的累积确诊 只是1.4亿而已 以亦为单位的印度人 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身体的免疫能力 就自动击败了病毒 并产生了抗体 印度在正无声息之下 就贫体免疫了 大家回想到最初印度 在2020年4月份 印度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那个检疫出来的几乎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大多数印度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那么印度还需要防疫吗? 不需要 所以莫迪大胆地输出疫苗到海外去赚钱 因为我们刚才说 他们觉得印度从小至大 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出来 我们百病不侵 已经有抗体 所以对于疫情来说 根本就不需要粗心 我说 根本不需要粗心 那么大胆又规准 过百万人去聚集 我们是印度人 我们就有超能力 但是最要命的是 新冠病毒是RNA的病毒 它是不断地变异和演进的 所以在100年前的一幕的情况 现在在印度就在历史重演多次 印度每天的感染40万人以上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印度检测和不检测都没有什么意思 印度的医疗是直接瘫了 火葬墙根本就不停地去烧 现在说到好像不是一个人去烧 因为应付不到 集体去烧 烧完之后 大家就分一些灰 而且分成本就不用那么贵 印度这次爆发的新冠 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新冠 而且可能是变业数字之后 印度人抵抗不到这个那么强大的一步 变种病毒 连长期饮用行河性水的印度人 都抵抗不到这些病毒 所以要知道 面对这个普通的病毒的印度人的感染 甚至是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最新的那个变异的病毒 对那些白毒不侵的印度人来说 都顶不住了 你说这种病毒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呢 新的病毒至死亡率和感染率 是超过早期的病毒的 而这个是非印裔的地球人 就面临更加危险的局面了 全球研发出来的疫苗 只可能是新最早期的病毒 对于印度的超级病毒 可能基本上就起不到什么功效 而最终印度如何面对现在的局面呢 这个不是印度想不想面对的问题 而是印度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问题 只有印度就只有拿跑而已 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除了群体免疫 印度就没有其他的对抗这个疫情的方法 无论是在经济条件上 或是在卫生条件上 这个只能够是最终的一个结局 除非呢 美国宣布以后呢 印度呢 可以自由发行美元 那这样呢 它才有机会 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根据人类的历史 或者呢 是地球的历史 从来就没有病毒 能够终结人类 最后呢 只能够是部分 抵抗能力强的人 的 和呢 病毒的共生 一年之后 面对已经 N次 变疫 之后的病毒 的共生 的超级地球人 那么 印度 将成为呢 全球 病毒 培养基地 那么 印度 地球人可能呢 病毒呢 是攜帶到全球的所有的角落 那么 和害呢 全世界 这个将是全人类的最大的威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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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